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24日,终于找到这个真身,原来真身是姓林的 你见到标题了,科嘴狗,即是说,打了科兴之后,那个嘴行永至远,行之有效 当然啦,扣死女的,大佬 原来,这个是26岁男,即是很壮的,这个人也是似着自己壮 所以,先走去打这个科兴的,那你打就打咯 那你为什么,即是你打完之后,恶意面坦在这里毁辱这个科兴的功效 恶意面坦,粗暴阻碍特区施政 我认为,政府很应该严谨这个人,罚一百几十万 这个人还在瘋心妄想,想着可以获得赔偿 还要挟政府,如果拒绝受理赔偿的话,就会令市民失去信心 所以,我认为,应该将此人,林先生,及其家人,这些这样的恶意抹黑科兴的人士 全数拘拿,罚一百几十万,同时,就应该直播,打这个科兴 还有,这个人想脱底,不打这个第二针,取绝受理 喂,你要知道,政府应该立法罕宪 当然,受了第一针的,不可以浪费政府资源 所以,一定要受第二针才行 不过,有些朋友在这里说,为他好的,其实 因为,他打了第一针之后,挖了嘴啊 这样的时候,拍第二针 哇,好烦啊 就是中了这个面目拳飞脚之后 只要你多打一枝,就可以有这个还原靓靓拳 喂,苹果有动画看的,大家真的要 什么都不说,至少应该去苹果看看他 那个动作是多么苗条啊 我拿多枝啊 但是呢,有朋友仔,有所不知啊 你怎么知道,你打完左针,左边嘴又歪了 那你打完右针,右边嘴都歪了 那接着就可以平衡回 喂,你怎么知道不会呢 那两针,第一针,就变了嘴了 但是第二针,可能摸得更加厉害 对不对啊 到时啊,嘴可能呢,拉到上去耳朵那里了 那原来这人呢,属于地盘群组啊 就是想着地盘佬呢,自己很粗壮那些 谁知道,一针下去的时候 在休息的期间,就已经感到云烟 由救护车送软那样滑 啊,跟着啊,就已经是一世了 那就,左眼无法合上 嘴巴呢,就歪向这个右边 还有这个头云,啊,还有空筒 啊,但是,就算怎么样都好 啊,他都不应该是后面那样东西 就是说,考虑申请赔偿 那首先呢,我没听过,摆完科兴之后呢 是可以申请赔偿的啊 就是说,赔偿受不受理呢 啊,就是赔偿保险的那个陈健波啊嘛 那是由人家去主理的嘛 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三到四 粗暴干预科兴内政呢 不过可能啊,就是这个人觉得自己呢 就没什么错的 因为啊,他是属于地盘工人 优先群组,说不知什么优先啊 优先目嘴啊,那他就认为自己 年轻和奉政俘孺嘛 没有长期病,啊,还有那些咯 跑步不气喘啊,可能是吧 我们就是跑步气喘不打得啦 就是跟回这个卫生处指引 他又觉得自己跑步不气喘那些劲啊 那想着可以安全打针了 结果啊,就变成了目嘴 但是呢,他有所不知了 目嘴都可以安全的嘛,是不是 家下没事啊,除了嘴歪了少少之外 啊,仰衰少少 但是我们说冤珠头都有文秘菩萨 可能有些女,是非常之中意 目嘴的呢,对不对 更何况啊,作为一个地盘工人 好没有有力 啊,怎样都会 身体健壮如牛的时候呢 啊,吸引到异性的 不过你不知道啊,一个头到呢 啊,你又见到嘴歪了而已啊 其他有些什么歪了,他可能不跟你说的啊 就是自信心问题啊嘛 啊,都跟大家说了啦 一个大贺研究 啊,如果那个研究呢 就是打外资疫苗啊,外资针啊 这样的时候啊,万一打了呢 啊,反而,可能trigger都各下的一些生理反应 我是说,搞到各下性无能 这样的时候啊,你到底是会看医生啊 还是不看医生呢? 啊,这个好问题了,对吧 那有朋友仔就说,啊,就是不敢笑人啊 因为人家可能为了工作 为这个我绝对同意啊 林先生啊,可能都是为了自己的工作 所以,迫不得已,啊,才去走去接种科兴的 那还有你说,复必泰都出事了 那所以啊,啊,他接种些什么都是走不脱的 正所谓炎王要理三间市 不许留人到五间 很难说的这些东西 那但是都是那句啦 为了一份工啊,啊,是值得的 那所以呢,啊,为他的伟大 我们一定要致敬 即使你打完针之后啊,手脚坦了,啊,面歪了,插了喉 齿喉尿喉,永久失禁啊,啊,这个都是应得的 啊,因为啊,围住份工 喂,大佬啊,你不打就可能没工做的嘛 诶,可能迟些啦,我不知道 现在地盘呢,都只是只需要检疫的 就没说不打的时候真真啊,就没得做的 那但是啊,林先生很明显是叻仔来的啦 叻在没有做这个宦官啊,没有切到啊,啊,这些叫叻不切 那其实打完之后呢,有一张针指都威威的嘛 可以和女朋友认叻叻,是不是 那加下,加多了个特别技能 啊,我觉得呢,如果我是女仔,我非常之想他啦 喂,你想下,有几多个啊,啊,可以表演这个摸嘴给你看啊 啊,还要表演得那么自然,全神 所以我觉得林先生都是一条好仔来的 啊,但是啊,这个好仔呢,啊,又过分啊,有一点 板中乱讲啊,啊,就是陈建波那些啊,就设立了这个十亿的疫苗保障基金的嘛,是不是 据称啊,为接种母肺出事的人呢,就提供补偿 而很多宗的案件啊,就是人家根宿那些屎埋 五十一岁,六十五岁,六十三岁,七十一岁,什么岁数都有啊 这么多条嫌疑,那人家啊,握偿的时候,政府都说了,就是和科兴无关啊 那些人有自己底屎而已嘛,有些有自己先天性,老子有病,神经病 那你林先生不排除啊,他是本身自己先天性摸嘴的而已啊 不关支针的事,啊,支针就应该没有直接令到他摸嘴的 但是他竟然呢,觉得自己个案明显地说啊,考虑索偿 我就不明白了,有谁这么把炮可以帮你打成啊 全港第一单,啊,这些这样的疫苗索偿案件呢 想掩置我们库房的十亿疫苗基金啊,即是除非你真的有case啦 政府,如果你真的有case,不会不赔的,政府是很讲口齿的 一国两制行之,有效行永致远 基本法充分保障每个港人的人权自由 来港人士是会后悔的,啊,这些嘛,是不是 那所以啦,怎会啊,即是有case不做才行的啊 但是这个林先生很明显,应该是没有case那些啊 你摸嘴还摸嘴,摸嘴摸远点 但是他说一句很矮耳,真是,这句很矮耳啊 你真是抓他出来罚回一百几十万 那这句我极度不想听到,他说什么啊 那么想人打针,出了私人背 那这句你怎么可以这么说的啊,啊,你没使过啊 我过分啊这么说的,一定是啊,这人 勾结汪洋大盗,窩藏罪犯,煽动颠覆国家,套谋不轨 啊,一定要情治他及其家人才行的啊 我一直都说了林郑月娥的啦,就是,哎,你忠诚的什么 叫了你,啊,那些不去打科兴那帮人仔啊 预约了不去浪费公帑资源那些啊,你要即时抽拿他们 然后啊,接种回才是的,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这些这样的恶意接种人士 还想着啊,责偿的这帮人仔,又是要罚回一百几十万的 还有他们的家人要负责啊,即是很收手啦,这帮人 我啊,跟你讲回,吴井月娥啊,已经跟你讲了的啦 你们是不会得逞的,那还有,即是他都没有指出什么令你们就范啦,是不是 即是市民是自愿的嘛,你自愿的啊,这个人,对不对 那你干嘛,那你干嘛找政府晦气呢,那你做错事又不认 又在这里赖政府,这些这样的科兴碰瓷党啊 我忍了他们很久的了,其实 但是他有自知之明啊,他说是什么啊 去政府已经没有什么期望啊,他用这四个字 即是原来你当初有期望的,OK? 好了,然后他说杀償啊,只是其次地说 我说不是啦,他首要就是想杀償,这个人摆到明贪钱啊 即是都不知道是不是啊,曾经走过去那些什么健身跳舞群组 那跟着买了东西之后呢,你不排除的啊 可能在打科兴之前,他已经有这个病,令到他摸了 那跟着再打完的时候啊,都说了啦 打了没那么快的嘛,你起码等一头两个星期,那才有效的 那你在之前已经染了,跟着摸了的时候啊,那你怎么可以向政府杀償呢? 那然后他说杀償只是其次啊,这个我不认同 那但是他说最重要是令政府负起责任 我说这个人要负起责任就真的 政府是很应该驱逃这个重犯,抹黑科兴 等于林郑月娥都说了,你帮小子不要再抹黑科兴啦 不要收手啦,不过他不是收手,他是收嘴 我退一百万步的说啦 就是其实,你这个人觉得自己健壮如牛啦 他自己都说自大了的嘛 你有没有查完啊,就是找医生,看一下各样身体状况才去打的啊 那一出了事又在那里赖政府,你好心就签完新屎状才进去啦嘛 那目前他的状况就是呢,整块左边面坦了,鸡傘啊 插到条三叉神经线,凭牙都爆出来的那些 这个是最严重的状况,他都没事 那但是左眼无法合上,那就好咯 增大双眼去看世界,嘴呢,就强向右边 那便训练一下自己嘴部肌肉 看看可不可以强回左边平衡咯 至于头云啊,身兴啊那些呢 嘿,你有空叛套Panador就算咯 不要教人吃药啦,你自己啦 好,今天讲到这里